哈囉大家好我是Li 再過幾天呢就是淘寶一年一度的雙11購物節啦 不只是淘寶 現在有很多台灣的大型購物平台 都有雙11的優惠活動 不過呢今天我們主要的目標還是放在淘寶啦 相信應該有很多人也都跟我一樣 準備好要在淘寶雙11大滿一波了吧 但如果你是還沒有準備好的人 趕快跟上這個購物潮吧 今天的主題會對你非常的有幫助 喔對了在攻略開始前 如果還沒有申請淘寶會員的人 趕快先去申請一個會員 先下載淘寶Lite 並且透過下方的說明文第一個連結申請會員 就會有首次購物2.99人民幣的物流包有優惠喔 申請好了嗎 我們直接看攻略囉 攻略1 抽狂歡節紅包 透過這支影片說明文下方的第二個連結 可以直接抽取狂歡節紅包 一天可以抽三次 累積越多天可以抽到的紅包的等級就越高 所有你抽到的紅包都可以在右下角 我的雙11可以看得到 那像我目前就有9.61人民幣的紅包啦 攻略2 直接領取購物津貼 在淘寶Lite的右邊有一個搶津貼的圖示 這個津貼一天可以搶一次 如果你之前有在淘寶購物有積分的話 你就可以搶更多次 購物津貼的折抵方式是 每滿400你就可以折抵50 滿800就可以折抵100 依此類推使用是無上限的 重點是這個購物津貼還能跟剛剛的紅包 還有優惠券一起疊加使用 不只如此還能跨店抽單 這樣就不會有在同一家店抽不到400的問題啦 所以購物津貼越多 你可以買的東西就越多 記得跟紅包一樣每天上去領啦 攻略3 領取各店鋪的優惠券 抽完紅包領完購物今天後 你就可以開始逛你想要逛的賣場 並且領取優惠券 像是淘寶全球官方就有買199可以折抵100的優惠券 一品天成甚至還有一員秒殺的旅容衣優惠券可以領取 真的是會讓你買到不要不要的 所以記得在送11錢一定要先逛好 你想要逛的賣場並且領取優惠券 這樣你才可以拿到最高的折扣喔 攻略4 加入購物車 這點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點 一定要先將你想要買的物品加入到購物車 因為有很多商品都是限量的 像是剛剛說到的一員秒殺的旅容衣就只有1000件而已 所以一定要在11月11號的整點就下單 這樣才搶得到 大家也不用擔心說現在的價格加到購物車 會不會雙11當天沒有變成優惠的價格 不會 雙11的當天會直接把購物車的價格調成優惠的價格 所以前天晚晚一定要先把你想要買的商品加到購物車裡面 當然還有很多優惠的部分 例如天貓全球官方它就有在雙11當天的凌晨0點到2點 有某部分的商品都是直接做半價的優惠 所以先灌好加入購物車 你在零點到2人就在期間就可以直接結帳了 就不會挑很久挑到超過時間的就沒有半價的優惠了 總之就是一定要先把你想要買的東西先加到購物車就對了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淘寶雙11的攻略 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複習 第一點是透過下方的說明文連結 直接抽狂況節的紅包 第二點是直接領取購物津貼 第三點是直接領取各店鋪的優惠券 第四點是把想要的商品加入購物車 第五點是在雙11當天的整點直接下單刷卡結帳 接著你就可以用美好的心情等待你買的寶貝到來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並且分享給你想要買淘寶又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的頻道的人 記得一定要按下訂閱加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